它是目前台灣唯一的 台式豆腐鍋的吃到飽 喔 有豆腐 給一些泡菜 還有蛤蜊 櫛瓜 蝦子 欸 胖頭很好喝欸 你們看這個起司量沒有誇張吧 有喔 海鮮的看起來 很多料很多魷魚的感覺 嗯 裡面魷魚超Q的 然後菜也放很多 看起來口感超好的 有心理其實就給過了 哈囉 我是VV 我現在人在西門町 今天我說到了一個觀眾的委託 就是已經有三間粉絲 貼給我這間新開幕的店了 就叫做江陵阿嬤 這間店我去查一查才發現 原來它是韓國的一個品牌 然後台灣這一間 是它海外第一間吃到飽的直飲店 而且現在我自己聽也是啦 就是它是目前台灣唯一一個 韓式豆腐鍋的吃到飽 那我查一查才發現 原來韓國的江陵那邊 就是會有很多種豆腐鍋 然後它就是把江陵傳統的豆腐鍋 帶來台灣 然後還要把他們韓國 道地的醬料也帶來台灣這樣子 可是到這邊聽起來都很棒對不對 但是我看它的Google評價 只有兩顆星 我會有點嚇到 所以我就想要來替三位粉絲實測看看 就是到底是它真的裡面是CP值不高 還是其實只是因為其他原因 好 那在介紹片段之前呢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是否則中指新片的通知 那也要記得去看一下我們的FV 還有IG 我跟Windy都要更新喔 那我們就進去吃豆腐鍋吧 走 進來了 我覺得江陵阿嬤 她裡面的環境其實還不錯 看得出來是重新裝潢過的感覺 就是東西都很乾淨 然後都很新 那自己的用餐時間呢 是90分鐘 定價目前全能就是498加1層 如果是小朋友的話就是250加1層 那它現在到12月底是有開幕優惠的 就是兩人通行的話一個人會變成八折 要記得趕快來 那這裡是吃豆腐嗎 它除了不能打包以外 它也是進代外食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開瓶費之類的問題 最後就是大家最在意的 它是可以單人吃飯 而且不用加收錢 可是只限於平日的四點半之前 假日是不行的 那它同時也是進代寵物的喔 那這邊的重點就是韓式的鍋物吃到飽嘛 一開始它就會給你這張鍋物的菜單 那這裡有12345無中口味 你可以選你的辣度啊 還有你要的肉類這樣子 如果是吃素的話可以點這個菇菇菇 它是五辛素的 然後也不會辣喔 這個好像都是現點現做 我們先點好了 那等它來收單子 我們先去看一下它蜘蛛爸有什麼東西吧 首先這邊有蔬菜海鮮煎餅 馬鈴薯起司煎餅 綜合炸蔬菜 煎餅醬也不要忘囉 韓式炒冬粉 這邊也有菜包肉可以自取 可以搭配生菜韓國味噌醬 還有蒜頭 這邊辣炒豬肉也是可以配生菜的 其他還有醬炒牛肉 炸雞 蔬菜小煎餅 魚排有塔塔的醬給過 還有芝麻球和洋蔥圈 它這裡還有韓式蒸蛋 但我覺得看起來好像跟台式的蠻像的 哇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人參雞粥 韓式煎餅它都在這邊現煎給客人看 小菜的話有九種 每一種看起來都超好吃耶 這邊也有六色拌飯可以自己DIY 旁邊也有麻油跟雞蛋喔 這個我覺得蠻酷的 這個是韓式水果花菜 裡面有超多西瓜還有柳橙 再來還有這個方塊豆腐 它有分成鹹食還有甜食 鹹食的話是泡菜的 甜食是黑糖花生的 飲料的話有基本的咖啡機 咖啡還有其他飲料 那除了這些基本的飲料冰蝦以外 它也有韓國的玉米鬚茶喔 回來囉 我也撐完一堆蜘蛛霸的東西 我覺得它蜘蛛霸雖然就是小小的 可是有蠻多別間韓式料理店看不到的東西 我們從豆腐鍋開始吃 我點的是泡菜口味的 看看裡面有什麼 喔 有豆腐 咖啡的泡菜 還有蛤蜊 櫭瓜 蝦子 欸 湯頭很好喝欸 它是有辣度在的喔 湯頭很鮮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它有加洋蔥的關係 還蠻甜的 靈魂豆腐和泡菜 泡菜有點鹹 豆腐我覺得夠嫩的很讚 可是它還是不是用那種韓國那種圓形 像火腿包起來那種豆腐 那種會再更嫩一點 蛤蜊過關 嗯 沒有沙子 而且很大顆 海鮮都過關了 最近大家點韓鮮的 因為蜘蛛肉比較多 韓式煎餅 我成了三種口味 先吃起司的好了 這起來超好吃的 你們看這個起司量 沒有誇張吧 真好吃的 但我覺得裡面沒有料有點可惜 有點在吃澱粉的感覺 有喔 海鮮的看起來 很多料很多魷魚的感覺 裡面魷魚超Q的 然後菜也放很多 它那個口感超好耶 我覺得這個比起司好吃 起司只是台灣人都愛起司吧 不要被騙了 加蔬菜 我不知道辣的是煎餅還是醬 好像是醬 我現在開始在辣了 這看起來很像 你前面兩個煎餅明顯再脆一點 他說這是韓式炸雞 但我想要醬啊 我是覺得應該不用醬 嗯 正常好吃雞肉 但這薄薄的鹹味 其實我覺得蠻好吃的 可是還是 我覺得還是有紅紅的醬 跟芝麻會比較有韓炸的感覺 這是它的綜合煎 喔 這應該是豆腐板 嗯 好吃 薄薄的蛋去煎的 蛋跟豆腐 嗯 櫈瓜 好喜歡櫈瓜喔 哇 它很豬順 這是芝麻球 裡面是紅豆好吃 紅豆泥 紅豆 紅豆 不知道是魷魚圈還是洋蔥圈 如果是洋蔥圈 那它沒有番茄醬 小差評 那魷魚圈呢 可以 洋蔥圈 你啊 差評就這樣來 對啊 我目前吃起來沒有覺得雷啊 為什麼會那麼多差評 你知道它評價多少 2點多 2點多 中間休息吃一下小菜 這應該是芝麻蓮藕吧 好脆 它芝麻醬很好吃耶 奶奶的然後又不會很膩 它帶一點點酸 韓式冬粉好期待喔 一定很Q 它冬粉調味著蠻好吃的 只是裡面的青菜好吃哭 來試試看 說叫韓式蒸蛋 但其實長得跟台式蒸蛋一樣的蒸蛋 我先吃吃看 吃吃看 就好吃的蒸蛋 但比較嫩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多調味 比較健康 城門塔塔醬的駕魚排 它的魚排很厚 真彩實料 但坦白說真的有一點點太油了 除了油以外其他都很不錯 因為很好吃 好 拌飯 雖然我的配色看起來沒什麼食慾 但是我真的都是挑自己喜歡的料 然後大家要記得 如果你要做韓式拌飯 你一定要記得加一層辣醬 因為沒有辣醬它就是完全沒有味道 要加那個芝麻油跟辣醬 我覺得生菜要加多一點 它生菜那個口感太辛苦了 很清爽 因為它裡面很搭 然後我覺得它調味其實還不錯 辣醬也不會調太大 蠻符合台灣人口味的 我們的重頭戲來囉 韓式菜包肉 超期待的 它的食材看起來超好吃 馬上來菜包肉以示 拿一個泡菜 然後拿一下它這個肉 它的肉你早下還是會有這種油脂的部位 可是我現在目測覺得看起來有點乾 沾一下味噌 第一口我們先搭蒜片好了 我覺得它肉還是偏柴一點 就是很容易卡牙縫的那種肉 可是沒有柴到太誇張啦 沒有到太乾這樣 然後它那個味噌醬真的蠻好吃的 搭配肉的話大家要記得加 我們再來包一個泡菜版本呢 他們家的泡菜我個人比較不喜歡一點 我覺得有點太鹹了 但如果你是比較重口味的人可能會喜歡 我自己是比較沒有辦法 我們來包一下它旁邊的這個 辣炒牛肉試試看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它的牛肉有點難藥耶 平常味是好吃但是肉蠻難藥的 我剛剛夾的那個頭盤裡面那個 豬肉也很多 這醬料很好吃 可是肉真的很可惜 死定 剛剛那個牛肉這麼難藥 這個豬肉我夾超厚 希望我可以美食 因為豬肉比較含 嗯 給豬肉一個機會 但我現在抓它的感覺 我覺得它豬肉好一點 就一點 都還是蠻難藥的 我覺得豬肉我覺得是都可以Pass 我們最後給這個肉肉一個機會 那外觀看起來不像沒有要來比一隻肉 真的 但是我還是要給它一個機會 所以它很好吃 這個肉吃起來很像 極度評價早餐店裡面的那種燒肉 超柴 不行肉都不行 嗯 對不起賣豆腐鍋就好了 蛤蜊突然想像是豆腐鍋啊 嗯因為焦零的重點就是豆腐鍋 它剛剛那雞肉還可以啊 我覺得雞肉蠻好吃的 對啊雞肉還可以 大家可以吃雞肉 下一個呢是這個人參雞粥 它的湯是有勾芡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飯粒很難撈耶 就是努力撈起來努力撈出這些雞絲跟飯粒 大部分都撈後湯 這是正常的嗎 因為它的雞不是那種整塊的 是雞絲 我不知道耶 你不是去過韓國嗎 韓國的人參雞有這樣嗎 忘記了 但是它四百多 給雞絲也合理啦 吃吃看吧 它裡面還有燉爛的骨頭耶 就是那種入口即化的骨頭 但我個人覺得它有點太清淡了 然後加上它的飯粒真的太少了 所以你很像是喝雞湯 是不是太多飯粒 還是韓國本來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蠻普的 但我還好 我們先吃又有這種雲霄配車的感覺 一開始很開心 後面就有點 沒關係我們看天電可不可以補救 這個超酷的 就是豆腐淋上黑糖漿 變成一個甜點的感覺 這我應該會喜歡吧 感覺就是我會喜歡的東西 這很像豆花變成豆腐合感 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它黑糖漿很濃郁 然後撒那個榛果也很大 嗯就可以就可以 最後就是這個水果湯了 剛剛製作爸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它蠻漂亮的 嗯 水果還蠻新鮮的 它底下的這個 好像是運動乳酸飲料 喔喔喔 白色的乳酸飲料 對 這個喝起來我覺得很清爽耶 超適合夏天喝 心外有很多汁 而且這樣切成丁吃好爽 吃完囉 我剛剛跟小潔兩個人 第二件八折 另家補匪的話 總共是996 大概一個人就是400多塊500這樣 我覺得其實一開始吃的感覺是不錯的 我覺得它的豆腐夠是真的好吃 只可惜它裡面有豆腐就是比較是中華嫩豆腐那種豆腐 不是真的韓國的那一種 調重的 這都是那種圓形的嫩豆腐 但調味上來說我覺得還是很不錯的 然後它的煎餅啊什麼的 我覺得要挑那個海鮮比較多的那個煎餅吃 起司的蠻普通的 可以吃海鮮多的那一塊 其它炸雞就是覺得有點不韓式 可是它的雞還是好吃的雞 真的開始覺得怪怪的地方是菜包肉 就是真的太乾了 它所有的肉都很乾 然後我會覺得很可惜 因為它的生菜真的很新鮮 然後我覺得它味噌醬也不錯吃 如果是好的肉的話 真的配起來就是整個CP值超高 最後的甜點我覺得有救回來一點 就是那個黑糖豆腐 還有那個水果的那個糖是真的蠻好吃的 整體來說我覺得 我有點難為了豆腐鍋跟煎餅回房 但是如果你平常是吃那種外面的豆腐鍋 你都會再點一個什麼辣炒麵糕什麼 就會到四五百塊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吃江嶺 這樣子是可以來吃的 而且它豆腐鍋也還可以吃 好 以上就是我的評價 我大概能理解它為什麼到兩顆星 但我覺得應該還是有到三顆星啦 應該還是沒有到了兩顆星這麼的 可是你看它裡面評價有一件很高高的品牌 呃 不說那個大筆 對 大筆你看 反正如果你是重肉 你是為了菜包肉來的 就是可能幫你們避個雷 但如果你是想吃豆腐鍋 我覺得可以來 好 那以上就是我對江嶺阿嬤的評價 大家如果有什麼其他想法 也可以都留言跟我說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 也可以去看我們的優惠網站 cpok.tw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嗯 吃捲豆腐習慣 還想配飯 但配飯我等一下就沒有佔力了 我要忍住 它有飯吧 有 它有飯啊 飯飯就飯啊